就在刚刚NBA爆出了一则续约消息,相信这则消息对于维德和热火的球迷来说,绝对是一则非常开心的消息。 据Spot Radio 610的火箭记者Adam Sporland报道,消息人士透露,维德将和热火去约一年,不过具体的合同金额没有透露,而且随后布兰当詹宁斯、达德利、多雷尔莱特等球员纷纷转发这条消息。 詹宁斯写道,至今热火,史上前五分位,卫大旅程,同时詹宁斯还排出了他心目中的前五大得分后位,乔丹、科比、维德、埃福森、吉诺比利。 虽说现在热火的官方还没有宣布维德约的消息,但是小编始终相信一个真理,那就是无风不气浪。 显然这句话用在如今联盟里的悲闻是在合适不过的了,同时再加上张宁、达德利这些球员的消息,确认更有理由,相信这一消息的真实性,不知道大家在看到这则消息之后有什么感想。 不过小编在看到这则消息之后是非常开心的,因为在看到这则消息之后,我们便可以肯定,一点的就是在新赛季,我们一直能够看到维德的身影。 在新赛季,维德也将迎来他第十六个赛季继续征战NBA,相信就拼着一点,就足以让许多球迷感到自豪。 当然的话又说回来了热火,维德许约可谓是情理之中,我们大家都知道,维德职业生涯向立热火十四个赛季,其中一个赛季在光牛度过,场均能够拿到23.4,分4.8个篮板5.7次助攻的全面数据。 而在这十四个赛季下来之后,如今维德在热火的出场次数,上场时间,命中数,出手数,金球数,宝球,得分,助攻,抢断全是队势第一。 一点不夸张的说,俗金的维德就是热火的队魂,同时大家也更习惯的把维德叫做麦阿密之子。 说的直接一点就是提起热火,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麦阿密这座城市,不是热火的三巨头,更不是热火的总冠军,而提起热火,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维德。 就像虎人的科比,马斯的邓肯,独行侠的诺维茨基一样,他们是一个人一座城的忠实代表,不过在10月之后,维德还做出了另外一项决定,而这项决定无疑是所有球迷都难以接受的。 这项决定就是根据火箭记者阿密斯堡连报道,维德会在2018-193季结束后选择退役。 不得不说,这一项决定无疑是给了热火球迷和维德球迷当头一棒。 要知道在过去的14个赛季,我们习惯了热火又维德的比赛,习惯了看到那个穿着三号球衣的维德,因为这个三号球员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,带来了许多奇迹, 同时也陪我们度过了自己的青春。 所以说维德的退役对于我们这些老球迷来说无疑是一种刺痛,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。 但是,话又说回来了篮球比赛,本来就是一场竞技体育,在这项竞技比赛项目里讲究的就是一个传承,讲究的就是一个新老娇气。 所以说即便我们在不守维德终究还是会离开我们,就像乔班,科比,加内特,艾弗森,邓肯这些超级巨星,都已经离开了我们的视线, 而我们如今能够做的就是珍惜维德今后的每一场比赛吧,因为维德的比赛如今,真是看一场上一场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